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犹大是个小狮子 我儿啊 你抓了十遍上去 你驱下身去 卧如公狮 蹲如母狮 谁敢惹你 鬼必不离犹大 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只等戏落来到 万民都必归顺 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 把驴居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 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 在葡萄之中洗了袍挂 亲爱的弟兄姐妹 犹大成为众兄弟们赞美的对象 除了他具有领袖的才华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 他是一个愿意承担生命责任的人 虽然他对媳妇他妈视信 但事后他能勇于认错 并寻求弥补 一个不愿意承认错误的人 就如同走迷了路的人 被告之后仍继续致意地走下去 另一点 是犹大愿意代替变雅免下奸的行为 显明他心中有爱 爱使他愿意去承担 有一个故事说到 在朝圣的路上看到一个小女孩 背着一个很胖的小孩 他一致在流汗 而且喘得很厉害 有人经过他身边说 小女孩 你背那么重的小孩 一定觉得很负担吧 那个小女孩不呼气地说 你背的行李才是负担 但我背的不是 他是我弟弟 一个人心中有爱 就不会怕承担 有爱就不会觉得那是负担 即使疲惫 仍然满怀欢喜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由于爱 他道成了肉身 由于爱 他为我们臣服了罪责 由于爱 他将平安赐给了我们 因此 直到如今 他成了我们赞美和敬拜的对象 一个不愿付出 不愿承担的人 又期望别人把尊荣加在他的身上 这不仅是妄想 也有几分的虚荣 圣经说 多重的多收 少重的少收 这是自然及生命不变的法则 让我们活出脚踏实地的生命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求祢将祢的爱充满我 让我在爱中愿意承担 愿意付出 不为自己的付出斤斤斤计较 有沙种才会有收成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有流泪才会有欢呼 教导我不要做一个屠受恩典 白占土地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你 7年 9月 9月 1日 11日 13日 9月 dünya G 好 7 22日